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 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因时间关系 我做简要说明 审议时请用印发的文件全文 一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以来 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同时 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 当前一个突出问题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 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 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 从事破坏国家统一 分裂国家的活动 公然侮辱 污损国旗 国徽 煽动港人 反中反共 围攻中央驻港机构 歧视和排挤内地在港人员 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暴力对抗警方执法 毁损公共设施和财务 瘫痪政府管制和立法会运作 还要看到近年来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通过立法 行政 非政府组织 等多种方式进行插手和捣乱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勾连 河流 沆瀣一气 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散 利用香港 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损害法治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 依法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23条立法 它既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 也明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富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和立法义务 然而香港回归20多年来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 极力阻摇干扰 23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 而且自2003年23条立法受挫以来 这一立法在香港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严重污名化妖魔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23条立法 实际上已经很困难 总的看 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23条立法 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 香港特别行政区 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难以有效执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都明显存在不健全 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题 致使香港特别行政区 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越演越烈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换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香港目前形势下 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 行稳致远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结合多年来 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有多种可用方式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做出决定 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 解释法律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建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 经认真研究 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了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 分两步予以推进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做出 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就有关问题 做出若干基本规定 同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 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 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 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2020年5月18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8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报告 会议认为 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同意国务院有关报告提出的建议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 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二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新形式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江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和保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 不会变 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不变形 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分为岛屿和正文两部分 岛屿部分恶要说明 做出这一决定的起因目的和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决定 是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 第二项第14项第16项的规定 以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充分考虑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做出的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 以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是一致的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共有七条 第一条 阐明国家坚定不移 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强调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第二条 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 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第三条 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责任 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四条 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和机构和执行机制 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 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 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第五条 明确规定 第五条 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 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 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情况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第六条 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限制含义 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据此行使授权立法职权 二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的任务是 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任何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 三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方式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第七条明确本决定的实行时间 即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本决定做出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同有关方面 及早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积极推动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加强专门机构执行机构和执法力量建设 确保有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和以上说明 请审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